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劝告所有国会议员给予国盟政府提成的2021年财政预算案权利的支持 以确保人民的扶持和生计 以及国家受冠兵影响的经济能够继续复苏 文告指出 元首表示2021年财案对政府与当局尤其是前线人员十分重要 以继续推行各种抗议措施 另外苏丹阿多拉陛下也劝誉所有国会议员遵奉御令 马上停止政治纠纷并注重人民福利与国家扶持 以便2021年财案能够在不受干扰下通过 苏丹阿多拉陛下劝誉国会议员 正当国家仍在抗议期间出于个人利益的政治纠纷 将对国家不利 所有人民将成为受害者 最高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也表达了自己对穆尤丁作为首相 在率领我国面对各种危机的讨厌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 我们换个焦点 在国家皇宫发表文告前 国会下议院议长拿多阿兹哈昨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证实 针对首相丹斯里穆尤丁的不信任动议 国会下议院接收超过16项 但国会同时也有收到政府方面提成 对首相信任的动议 阿兹哈说 他正对把超过16项对首相的不信任动议 纳入11月2日召开的下议院会议议会议程的可能性进行审查 根据之前报导 16个岛幕动议应该是由11名国家诚信党 和5位斗士党的国会议员所提成 无论如何 阿兹哈告诉马来西亚先锋报 除了关注即将到来的2021年财政预算案 国会也收到许多其他重要的动议 因此将会根据政府事务优先来安排 现在带大家来关心新冠肺炎的疫情 除了沙巴州的疫情吃紧 在过去抗疫表现良好的槟城州在过去一个星期也因为扣留犯监狱爆发感染群 即出现八央感染群也让槟城的确诊病例一直在攀升 槟州首席部长曹关友今天就说八央感染群已经传入社区 涉及的工厂与饮食店已经被勒令暂时关闭消毒 因此他希望滨州人民继续坚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确保这个感染群被阻断 曹关友也说八央感染群也涉及工厂外劳 甚至社区也出现确诊病例 根据了解与确诊者有密切接触的工厂员工都已经进行隔离 与接受检测 曹关友今天在记者会上说 滨州政府要求继续延长槟城扣留犯监狱的加强管制令 同时已经获得国家安全理事会及卫生部同意 他说滨州政府之所以提出这项要求 主要原因是要确保完全阻断监狱的病毒传播 而且监狱到现在仍然继续出现一两宗新病例 所以必须要确保没有出现新病例后才解除加强管制令 他坦言 槟城已经承受不起第三波或第四波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此外其他州属不断增加的新确诊病例 同样也会冲击滨州的经济 包括滨州的旅游业 今天的新闻为您播到这 感谢你的点击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